尤其等一下會來的那個童春慶 你看他那個樣子 你絕對會說他是菲律賓華僑 不是 菲律賓的原住民 所以那個 也就是說台灣其實已經步入在 而且回歸到它的太平洋性 我們本來就是太平洋盆地的一環 我們原來就是太平洋島嶼里邊的一環 我們一直把它遺忘 那趁這個機會弄過來 然後我也鼓勵大家 像各位有一些年紀比較大 你們有小孩子 以後不一定要到美國 到日本 到歐洲去留學 送大到到菲律賓留學 到馬來西亞去留學 到泰國去留學 這個學學他們的語言 了解一下他們 他們也是文明古國 你知道他們的弱點 也正好去攻打他們 這個以後到帛琉那種小國家 我們人多一點 認識多一點 我們拍一個人去那邊選總統 對不對 趕快回來承認台灣 那多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那個眼光不要那麼視力 大家回來一下 看看自己周邊 就在我們旁邊 但是我們遺忘很久的人 其實我們跟沖繩 沖繩這個關係很深啊 但是我們理解的很少 沖繩現在去旅遊也蠻方便的 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的原住民給大家的第一個禮物 從族群的角度來說 就是解構一個我們長久以來 台灣大陸 台灣大陸這樣的一種魔咒 讓我們從這邊解開 然後也從一個動態的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相互融合 然後相互 你中有我 我你中有你 相互滲透的這種角度去看待這個 而永遠不要把這種事情交給政治人物去操弄 台灣必須要更健康的態度 更用健康的基礎去建立我們的21世紀這個100年 然後也在這個同時也看我們 把我們的國際觀跟我們之間的感情 能夠跟我們一直都遺忘的南太平洋連結起來 把那個海洋的性格 海洋的文化 能夠把它找回來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給 原住民給台灣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禮物 所以像我媽媽就每次看閩南人罵外省人 外省人罵來罵去 我媽媽說你們在吵什麼 她說你們不是都一樣嗎 就那種心情 事實上那都是不值得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第一講裡面 談那個原住民是誰 我們希望是在這個裡面能夠找到一個 重新建立我們的族群觀的一個開始 大概是這樣 然後之後我們的第二講 談這個原住民文化的特質這個部分 那就很多很多的東西可以衍生出來 在過去我談那個原住民文化的特色的時候 我講的都有點心虛你知道嗎 因為講那些東西好像跟現代的社會 現代的生活好像都搭不上 比如說 我說原住民的那個自然觀 也就是那個山海邏輯 我說那個裡面發展出一種很獨特的物觀 動物的物觀 我們從這個獨特的物觀裡面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藍魚的人為什麼在招飛魚祭還沒有舉行之前 他不會去捕魚 因為他不把那個魚當作商品 然後一直到招飛魚祭舉行了以後 他去捕魚 但是捕魚的方式 他還是遵守禁忌 我講過除非再過兩代 藍魚的下一輩的人 再下下一輩的人 徹底遺忘這個禁忌 不然的話那個東西很難擺脫掉 這個是一種很特殊的物觀 不把外在的事物 從一個伎量的貨幣的角度去理解 這跟現代社會 可能有點 還有我講說那個原住民的當下主義 那種很重視那個當下的精神 會不會去先前什麼顧 不會去這些東西 也不會想到太遠的東西 想那麼遠幹什麼 注意到讓我們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飽滿 祝福自己的 如果你发觉到 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不是外面的人对不起你 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事实上是这样 你只要放开 你一转弯 你就知道 其实你现在还能够呼吸 就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享受存在 那个享受存在的感觉 这本身就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经验 那你总想细想 当然也不是说都不要想 每天笑嘻嘻的 有点像神经病 可是不要被那个困扰 那原住民这种特质 有那种不可救药的那种 那种乐观主义 我觉得是要找到一些平衡 但是这种也是在 原住民的传统文化里边 呈现出来的一种特色 然后我还提到 这种传统的逻辑里边 像我妈妈说 他没有钱买菜 他没有办法理解 那各位如果你发觉到 你现在买菜 你能辨识的菜 只有菜市场的菜 那表示你这个人 只要一战争 就赶快去死算了 你要赶快找回 那种至少辨识 20种30种野菜的这种能力 我很遗憾 我的那个二女儿 她念台大那个森林系 毕业以后她连一棵树都不认得 到现在她的兴趣不在这里 我说我怎么有这种女儿 每天逼她 可是教她一次 她就忘一次 这个时代没有办法 这标准的city girl 那这个就是要想办法 要将来可能吃到一点亏 就慢慢能够改变 那我们做妈妈的 也要让小孩子懂这些东西 你知道在外面 你看到什么树 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吃 不能吃 这些东西 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财富 很大的财富 那这个是我们讲那个传统的原住民的文化里边 在物观 在那个山海逻辑里边所呈现出来 我以前不太有 不太有什么自信来讲说 这个东西很重要 可是最近这几年 大家都知道 全球21世纪的议题里边 牵涉到这个生物多样性 牵涉到这个生态平衡 跟生态永续的这个概念 正好它的核心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原住民的这一些 基本的生活哲学 如果你现在 你讲那个生态环境 这个节能省探 搞那些东西搞很多 你如果一直打转在那个地方 你可能还不是真正的了解 这个生态哲学里边的真正的含义 生态哲学里面的真正的含义 还是要回归到 像原住民原来的文化里边所理解的 把自己的自然属性召唤回来 你不要认为你是自然世界之外的 另一种存有 那个是人很狂妄的想法 19世纪 20世纪 人类一直相信有这个本事 而且太空发展 那个生物科技的发展 当然我们不知道最后会是怎么样 但是至少现在看起来 那些发展也解决不了 什么很基本的问题 很基本的问题 这个也就为什么 有一些宗教的信念 宗教的信仰 在现代的社会里边还有一点点存在的空间的原因 人真的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乐观 而且我们越了解物理科学现在的发展 我们越会有悲观的预测 说句老实话 你越深入 你到最后就是一个大爆炸 以后就是冷却 以后就是没有 我们所讲的很多的意义跟价值 在这个里面是建立不起来的 是建立不起来的 所以像这一类 就是让我们原住民的传统的这些文化的价值 好像好像跟现代的社会 可以找到一些对话的机制 那现在在台湾 有很多人办活动 也开始把它带到原住民地方去做生活体验 可是那个体验的方式又太过 还有排队 然后上去还要注意安全 这个弄得大家都好累 这个都是表象的 我们应该是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的自然能力找回来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礼拜 有一天或两天又要穿鞋子走路 比如说这样